至于在全国水灾的情况 目前7个州属的水灾灾离人数 已经去到了5861人 而绝大部分灾离都是来自登加楼和吉兰丹 至于其他州属的灾离人数 均已经低于100人 在死亡人数方面 截至今天凌晨的6点 共有5人因为水灾离难 除了刚刚提到的7个州属遭遇水灾之外 如今128也是被强风质浪给袭击 其中亚币单容礼拔 沿岸公路昨天下午的4点 因为刮大风再加上涨潮 海浪是冲上岸 导致部分的马路淹水 会于88甘榜拉雾金拿绿 则发生了树倒压死人事件 昨夜下午2点多 有三间民宅被倒下的树木给压坏 其中一间房子内的55岁妇女 被救出的时候已经弃绝丧命